各位老友,我是月煮月好,大家好 早前用了玫瑰露酒浸了醉雞液 很受歡迎,我很開心 今天想著用花雕酒浸醉豬手 很好吃的,我們一起做 我是月煮月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醉豬手 剛剛大家看的影片,我選擇這些急凍豬手 其實這些是豬腳,沒有豬手來吃的 因為20元兩磅 其實它大有些肉,它不錯的 你看它裡面有些肉 我們最主要是吃這些煙韌度,很好吃 其實用新鮮都可以,一樣做法 但是做這些醉豬手,急凍就可以了 因為價錢接近相差兩倍 都做出來一樣好吃 其實我做過醉雞,醉雞液這些 我只是用花雕酒混一些冰糖漿 就這樣做 但是我今天進到超市 就看到醉雞汁 我扭一扭出來看看它的成分 不外乎水、米酒、鹽、糖、大豆等等 其實這些自己教都可以 對不對? 如果你單一用一瓶醉雞汁 醉雞、醉豬手 是沒有酒味的 它自己也說的 所以我們要加一些花雕酒 加多少呢? 如果你要重濃烈酒味的 就加多一點 材料方面 很多人做醉豬手 都會加華莓或酸莓 但是華莓是容易買的 如果你有烏梅 其實你加烏梅也可以 我不是拍過酸莓湯 加這些烏梅 如果你有烏梅 加烏梅 加四至五粒 為什麼? 因為這些烏梅 即是酸莓 綠色的大大個 曬乾了之後 就是等於烏梅 杞子就等於香味 加些冰糖 還有 我們要去一去那種 這些雪味 腥味 很多時候都加些花椒八角 煮去 或者拖拖一些味 好坦白說 一般家庭 有多少有花椒八角 買一粒又難攪 買一堆又不是經常用 所以我今天 又假話 告訴大家 找兩個茶包 沒有這些茶 你什麼茶也可以 濃烈一些 讓我去一去這些 雪味、腥味 最主要是把薑 很簡單 馬上做 薑要去去那些 雪味 泡一泡就可以了 對 讓它去味 大一點也不要緊 酒 讓它去一去 雪味、腥味 放一點點 都是這些花雕酒 讓它去一去味 如果現在有 法國 花椒 就放兩片 讓它去味 我們沒有 沒有 就放兩個茶包 咕嚕 咕嚕 我這個是薄荷茶 一樣 讓它滾 讓它去一去味 這些醉雞汁 其實我做過很多次 這支是二手的 如果你放整支 如果你在外面吃慣 就要放一支這些 因為都是鹹的 它本身的成分 都是鹽 所有的香料 一般來說 放大半支 混合少許水 混合大半支 混合大半支 水 就比較好 倒一支醉雞汁 一支醉雞汁 就有這麼多水 混合半支水 不要太鹹 因為如果太鹹 我們吃過好像很鹹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太鹹 混合一支醉雞汁 我就放半支水 如果你就這樣去浸 這些豬手 大家知道 沒有酒味 都很喜歡這些醉味 就大約150克 一支半幾多的酒 這些花雕酒 簡單單又不太貴 好了 預備好了 這些之後 很簡單 這些烏梅 冰糖 這個杞子 洗一下 沖一下 沖一下 不停洗乾淨 很簡單 因為這個方法是很簡單 就放進去 其實電飯煲更方便 因為你用鑊 我們做醉雞 醉雞 可以浸泡的方法 但是豬手 那股皮要軟 起碼都要一個小時 最低限度 又要看火 又要小火 如果用電飯煲 就很方便 大約這樣 煮了十分鐘左右 你看到了 茶葉的香味 掩蓋了自己的腥味 又融了雪薑味 OK的 你看 現在就拿過來沖水 現在要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其實你直接就可以 放進剛剛調好的醬汁 直接做 不過你更乾淨 這些豬腳 腥味已經沒有了 放進去 現在就放進碟飯煲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是智能電飯煲 你就用煲足的功能 煲足的功能 要兩個小時 如果你沒有煲足的功能 就正常煮飯 正常煮飯都可以 柴火飯 正常可以這樣煮 很方便 不用看火 因為 豬手 豬腳 和醉雞翅 是不一樣的 醉雞翅 因為這樣煮 皮都爛了 但是 反過來 豬手 因為皮很硬 你不煮它 超過一個小時 根本不軟 會不會軟 一會兒做出來 讓你看看 你就知道了 現在看到煙 嘩 其實你現在聞到 是有兩種味道 一就是酒味 二就是烏梅味 很香 我現在煮了十二分鐘 就煮了一個柴火飯 煮完十二分鐘之後 煮完十二分鐘 你不要打開 再煮一會兒 因為這些豬腳 豬手 那股皮是需要軟化的 不是醉雞這樣浸 要煮久一點 甚至你打開 不對版 再煮多一會兒都可以 電飯煲 最豬手 終於煮好了 它都是用了一轉煮飯的柴火的時間 看看 這些醉豬手 現在做醉豬手 有很多種方法 有些人現在拿一盆冰水 放很多冰水 放進去浸 讓它爽一點 其實我做過這個動作 不過我告訴你 是不需要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現在夾起 就是熱的豬手 但是如果你放冷 放進雪櫃 就變成了冷的豬手 冷的醉豬手 你會聞到 有很多烏梅味 我一夾出去 再跟大家說 電飯煲醉豬手 出來了 你看看多漂亮 很簡單的做法 一般來說 如果用鑊來慢慢煮 要過一個小時以上 否則這些豬皮 這些豬的皮層是不淋的 有些人就做冷的豬手 一樣做法 現在你拿出來之後 放進雪櫃 就是冷豬手 千萬不要 連醬汁一起冷 如果不然 雪凍了 便可以遮蓋 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 這樣雪也是一樣的 究竟豬手是否軟 我現在拿一塊給大家看看 最重要是看到豬手 什麼叫軟 什麼叫不軟 最重要是吃豬手有膠質 但是又要有韌度 這個就是最好吃的感覺 軟的感覺 軟的感覺就不太行 但是爽口彈下的 你就知道 雪凍了也好吃 希望大家都嘗嘗 電飯煲醉豬手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各位老友 我是愈煮愈好 大家好 見到這碟雞翼 是不是很想吃呢 是用玫瑰露酒 浸出來的 要浸到又香又入味 其實是有方法 還有少少竅門的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 玫瑰露凍雞翼 一連四季都適合吃的 簡單容易做